深夜浅读 欢迎来到深夜浅读 我今年六十岁 这个月我终于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重要时刻 领取了退休金 每月三千二百元 让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满足在回家的路上 我不禁哼起了欢快的小曲 满心欢喜地回到家中我想着 老伴每月的养老金也有两千元 加上我的足以维持我们的日常开销 我们决定要学着别人一样 去旅游 参加老年活动 享受晚年的美好时光 走出家门去见识这个美丽的世界 正当我们沉浸在对未来的规划时 儿子儿媳提了香奶 笑盈盈地朝我们走了过来 儿子笑着说 爸 我有事想找你帮忙 最近我公司效益不好 工资只能拿个底薪 每月到手才四千多 还完房贷 都没法生活了 儿媳一脸委屈地说 是啊 两个孙子都得上兴趣班 周六还得去补习 为了不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 我每月工资都不够开销的 连个买菜钱都没了 无论如何 您都得帮帮我们 我看了眼儿子儿媳 两人假惺惺的模样 心里一肚子气 平时两人就很少来看看我们 今天是看到我退休了 有钱了才来 本想着拒绝 没曾想老伴突然说 我和你爸过日子节省 每个月也不了多少钱 如果你们有困难 就先拿去用吧 老伴听到儿子儿媳的困难后 心疼不已 他想到每月转账麻烦 就让我直接把工资卡交给儿子 在老伴的威逼利诱下 我心不甘情不愿地交给了 还没五热乎的工资卡 儿子儿媳高高兴兴地 一口一个爸妈叫得可甜了 饭都没吃就走了 我心里有些难过 便责怪老伴自作主张 我说 你几天这腿的老毛病又犯了 每月吃药前 就要花费不少 你说说 你为啥要心软 怎么就不想想 咱俩以后呢 老伴叹了口气说 你说咋办 他们有困难要是不帮 这心里也说不过去 人活一世 都是为了儿孙更好 给他了 这耳朵也清静 省得老是惦记着你的退休金 我这腿也还行承受 不打紧的 就这样 我们就靠着老伴的两千块钱生活 除去老伴吃药的钱 这日子过得紧巴巴 出去买菜 都是买些便宜的 连肉也不舍得买 日子都成问题了 基本上旅游无望了 走投无路之下 我又开始了找工作 去了很多地方 都嫌我年龄大 后来 又跑去工地当小工 每天二百块钱 但是相当累 这身体也吃不消 没干多久就回家了 刚好有一个熟人 知道我在找工作 就给我介绍了一份保安工作 在一家宾馆上班 白天不用去 就晚上去看着就行 有客人入住 就帮忙搬下行李 到了凌晨两点以后 就能迷晦了 累倒是不累 就是有些捆人 每月两千块钱 只有我们这些老年人适合 年轻人是熬不住的 我想着平时瞌睡也少 去那里也是闲着 还能有份收入 加上身体也硬朗 就答应了 每晚八点上班 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下班 刚开始 还挺有新鲜感 走走看看 和司机前台吹吹牛 有客人入住 就帮忙提下行李 没人时 就坐在沙发上玩会手机 日子也过得去 但是时间长了 我就感觉到枯燥乏味了 有时一晚上都不能睡会 宾馆里面总会有人出出静静 刚睡着就吵醒了 再睡就睡不着 这黑白颠倒的日子也不好过 同龄人都在公园玩时 我在家呼呼大睡 别人睡觉 我又去上班了 为了这区区两千块钱 在这苦熬时间 但是想到能为儿子减轻负担 能让老伴不用再吃烂蔬果 这心里便坦然了 想着也不是体力活 能干一天就干一天吧 有时 坐在那里发呆时 会想起我这儿子小的时候 当初老伴身体原因 直到三十四岁才生下他 老伴从小就宠着他 扫把倒了 都不带福一下的 我们省吃俭用 供他读完大学 到结婚生子 几乎花光所有积蓄 也没换来他一句感恩 长这么大 从来没向我们表示一下心意 有一次出去 天很热 他就给自己买水 也没想着给我买一瓶水 有了工资后 也没想着带我们去哪里 吃点好吃的犒劳我们 也没给老伴送过一件礼物 哪怕是一条围巾也行啊 更别指望他能带我们出去转转了 不过 一家三口出去吃饭旅游的次数倒不少 他们总是在重要的日子和周末 以及自己懒得动手时 前来光顾我们的餐桌 他们或者懒散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或者不停地玩手机 等到饭菜烹制好了就过来享用 吃完饭后 连收拾碗筷的念头都没有 更不会帮忙打扫清洁 每次他们的到来 都让我和我的老伴累得筋疲力尽 说实话 尽管我和我和老伴感到疲惫 但我们仍然心甘情愿 我们享受着祖孙三代相聚的时光 感受着美好的亲情与家庭之乐 这些辛苦也值得 但我们也明白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不同 我们不需要刻意凑在一起 他们有着自己的小家庭 可以去酒楼品尝美食 到外地旅行 只要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 能够快乐地生活 那就足够了 转眼间就到了五一 在宾馆已经干了五个月了 平时也没有节假日 那天我照常去上班 泡了杯茶 帮着客人提完行李后 我坐在沙发上 看起了手机刷朋友圈 成了我唯一的娱乐方式 我每天都会看看 以前那些老朋友都在干嘛 有什么好玩的事 或者有什么美丽的风景 既能打发时间 也能增长见识 我无意中看到 亲家公发的朋友圈 是儿子和搭着亲家公的肩膀 看似亲热无比 配得文案是 感谢暖心女婿 请我们来酒债沟旅游 不是亲生胜死亲生 还有一张照片 是儿子陷在中间 一手搂着亲家母 一手搭着亲家公 三个人笑容满面 坐在一家火锅店吃着火锅 配得文案是 感谢女婿请我们吃火锅 我的心被深深戳痛了 自始自终 我从来没体会到 这样的待遇 养大的儿子 从没跟我如此亲密过 除了索取外 几乎不找我的 原本以为 她只会去周边玩玩 没想到 带着亲家公 亲家母跑这么远 去了千里之外的四川 儿子孝敬老丈人 无可厚非 可她不应该 口口声声跟我哭穷 让我在这上夜班 当保安呢 这心里 还是有些不舒服的 我知道 亲家母就这一个女儿 家庭条件也比我们好 儿子平时也听媳妇的话 她们和睦相处没错 可她们不应该 拿走我的工资卡 去享受生活 我和老伴辛辛苦苦 又有谁能体会呢 我们对待儿子一家 是无私的 亲近了所有 但我们却没有得到 她的热心化 和暖心的举动 这让我们感到悲伤 在我们的心中 仿佛出现了两幅 截然不同的画面 一幅是亲家欢乐的 有酒债沟 品尝着美味的火锅 而另一幅 则是我在夜班中当保安 时刻想着如何减轻 她的经济压力 这两幅画面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让我们感到无尽的伤感 和悲凉 我这心里烦闷 出去抽了根烟后 就做了一个决定 当时就跟老板提出了辞职 然后又跟儿子发了信息 我们年龄大了 身体也不好了 不想再打工了 明天你自觉 把我工资卡送过来 我不再贴补你们家用了 我也想出去走走看看 和你妈妈度过最后的时光 儿子收到信息后 立马就给我打了电话 我挂断了 她又跟我打信息 问怎么回事 我直接对她 你还好意思问 口口声声跟我哭穷 拿着我的工资卡去游玩 你怎么不想想我们的感受呢 以后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别再想着我给你贴补了 实在没钱你 可以去跑代价 儿媳可以去做护工 只要能吃苦 还怕没钱花吗 儿子发信息解释了一大堆 我也没心情去看 我心意已决 解释再多也没用 回家后 我和老伴说了此事 老伴还怪我不能和儿子闹得太僵 毕竟以后养老还指望他的 我说 如果儿子因为一张工资卡而疏远我们 那么这样的儿子不要也罢 将来也指望不上 我想开了 人生如此短暂 岁月如缩 我们的时光所剩无几 在我们身体上健壮之际 何不出门旅行 走遍天涯海角 充实我们余下的岁月 至于儿子 他已经结婚成家 成为了一个孩子的父亲 他必须学会 自己独立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挑战 才能成为一个坚毅而强大的男人 支撑起自己的家庭 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 但他的成长和发展 仍然需要他自己去完成 如果父母一味地溺爱和纵容孩子 只会让他变得软弱无力 无法承受生活的重压 因此 作为父母 我们应该为他提供支持和指导 但也要让他自己去探索人生的道路 这样 他才能在未来的岁月中 成为一个独立自强的人 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妈 这可是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 新买的手机 就这么被他毁了 地上 苹果手机的屏幕 被摔得四分五裂 我的一颗心都在发凉 我爸站在门口 非但没有维护我 反倒指责我不让着弟弟 我妈向来懦弱 碰上这种情况 愣是一句话没说 叔叔扯着堂弟的衣袖 将堂弟藏在身后 一双大眼睛瞪圆了 怒视着我不就是一个手机 看把你堂弟吓得 多少钱 大不了赔给你救世了 父亲拉着叔叔的胳膊 劝说道 赔什么 不就是一个手机 他有工作 完了再买一个救世 转而看向我 新儿 吓着你弟弟了 给你弟弟道歉 什么 让我道歉 这话让我多年的委屈 涌上心头 这么多年 但凡我的东西被堂弟拿走 父亲总会轻描淡写地 饶过弟弟 而对我严加斥责 母亲懦弱 只会私下劝我忍了 此时 堂弟从叔叔身后走出来 瞪了我一眼 昂着头 挺着胸 就像一只高傲的大公鸡一样 手里还推着我爹刚买的山地车 此刻的他 就像一个胜利者 从小 叔叔一家就像吸血鬼一样 从我家拿走各种各样的东西 小到土豆 南瓜 大到金银钱财 从未归还 大学毕业后 我在一家游戏公司任职 负责新游戏的研发 经过几年的时间 积攒了不少资金 便全款 在老家省城买了一套房子 而我也考中了省城的公务员 正值中秋节 我便回到家 和爸妈一起过节日 起料 当天晚上 叔叔带着不成器的堂弟找上门来 让我把公务员的名额让给堂弟 美其名曰 为我好 心儿 你在魔都的工作不是挺好 游戏开发工程师 还在省城买了房子 正好你弟弟也报考了同一个编制 没有工作 你就给他吧 公务员与你的专业不符 不能发挥你的长处 再说了 你一个女孩子 就算没有工作也能嫁人 你堂弟就不一样了 若是没有稳定的工作 一定会打一辈子的光棍 听听 这是什么话 我辛辛苦苦考了公务员 活该给你儿子服务 再说 我嫁人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刚想争辩 忽然 叔叔握着父亲的手 语重心长地说道 大哥 你也知道 江明不争气 到现在为止 依旧没有合适的工作 要是没有合适的工作 没有女孩会嫁给他的 我们江家就这么一根毒苗 若是不把公务员的位置让给他 江家的香火就断了 你放心 我们已经找好关系了 只要心儿同意 江明就能成为公务员 我看到父亲的表情松动了一下 随后默默地干了一杯酒 母亲站在一旁 低头吃着菜 偶尔停顿一下 从头到尾 都没有说话 我争辩了几句 父亲和叔叔一起数落我 母亲和婶婶 则是劝我将位置让给堂弟 碍于他们人多势众 我没有多说 反正 公务员是实名认证的 就算我把名额让给堂弟 他也不会顺利地出任 本就属于我的职位的 对于这样的家庭 我除了强颜欢笑 收起锋芒 还能做什么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叔叔一家 竟然真的成功地走了后门 这天傍晚 天已经暗沉下来 叔叔一家人 依旧坐在沙发上 没有要走的意思 父亲也没有催促 就让叔叔一家人 搬进家里住了下来 吃完饭之后 叔叔坐在沙发上 郑重其事地看着我 行 我已经找过人了 只要你这边配合一下 江明公务员的事情 就算是稳了 我爸坐在沙发的另一角 狭长的毛子咪了咪 抽出一支香烟 慢慢点燃 狠狠抽了一口 也点头 同意了叔叔的建议 我妈还是和往常一样 虽然有些许的不快 但依旧没说一句话 算是默认了 不行 我直接拒绝了 什么 让我好不容易 辛辛苦苦考上的编制 让给别人 我也知道 小城市的编制 很多动动关系 就能够疏通 却没想到 叔叔一家竟如此神通 也不知暗中塞了多少钱 堂弟听到这话之后 脸色一沉 扭头回了卧室 房门被狠狠地摔上 馨儿 那也是你的亲弟弟 你一个做姐姐的 就不能让着弟弟吗 叔叔瞪了我一眼 依旧维护堂弟 父亲猛抽了一口香烟 拧面 放在烟灰缸里 馨儿 听话 你弟弟没有工作 将来娶不上媳妇 还不得你这个姐姐帮衬 耍什么脾气 什么 让我把自己辛辛苦苦 考来的公务员 拱手让人 我做不到 父亲这话 就像一只闷棍 直接敲在我的心头 让我多年的委屈 瞬间涌了上来 这么多年 但凡是我的东西 都会被堂弟抢走 父亲总会轻描淡写地说 姐姐要让着弟弟 有时候甚至严厉斥责我 而母亲 向来懦弱 只会让我隐忍 叔叔一家子就是吸血鬼 多年来 从我家拿走的东西 不计其数 而父亲和母亲 总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可能在他们眼中 我还不如堂弟亲呢 叔叔一家的算盘 打得叮当响 想让我把公务员名额 让给别人 不可能 叔叔忽然站起来 用他凌厉的双眸盯着我 仿佛我做了天大的措施一样 心儿 你可别忘了 你堂弟可是江家的独苗 以后你爸妈 还靠他养老送终呢 另外 心儿 你是不是脑子注水了 这么好的工作 你应该先留给弟弟 自己再去考一个 更何况 你一个女孩子 要那么好的工作干嘛 嫁人之后 应有尽有 想想轻浮不好吗 非要逞强 我心里憋了一口气 想反驳 我爸妈老了之后 难道不是靠我这个亲生女儿 养老送终 指望堂弟 那恐怕 我爸妈的棺材盖 都要被掀起来了 不过 这话 我没有说出来 而婶婶也说道 心儿 你赶紧给你弟弟吧 万一他想不开 发生什么事情 此话一出 可是吓坏了父亲 他用灼灼的目光看着我 心儿 你叔叔说得对 我和你妈在百年之后 还得指望你弟弟 这是什么话 又不是亲儿子 到时候 他会管你的死活 我默不作声 忽然我冲过去 将公务员的材料 撕成粉碎 最后一片一片 落在地上 你个逆女 今天老子 不教训你 老子就不姓姜 说时迟那时快 父亲脱下 黑色的帆布鞋 鞋底板朝上 向我白皙的脸上 披过来 这一刻 我终于明白 这么多年 无论我多么努力 在父亲的眼里 只有堂弟是他的亲人 而叔叔则是站在一旁 一脸得意地望着 我爸拿鞋抽我 脸上充满了兴奋 深深站在一旁 眼神冰冷 仿佛我这个人 和他没有一丁点关系 我耸耸肩 在我爸的臭鞋板 抽过来的时候 扭头走进我的卧室 一把将堂弟低溜出来 关上房门 将所有人拒之门外 接下来的十几天时间 叔叔一家子 都住在我买的大房子里 而我只能屈居在 一个狭小的房间里 这段时间 堂弟天天上门挑衅 我都因为父母在场忍了 而这天午饭后 我正在房间里 摆弄我的吉他 忽然 房间的门 被堂弟大力踹开 随后 堂弟便气势汹汹地地 走了进来 堂姐 你的档案呢 放到哪里去了 星儿 你赶紧把档案 拿给你弟弟 我们已经托人 找好了关系 现在只要有档案 你弟弟就能去上班了 此时 叔叔跟在堂弟的身后 探头探脑地说道 而我依旧扒拉着 手中的吉他 没有给叔叔和堂弟 一个眼神 我这个态度 直接惹怒了堂弟 他一把抽走我手中的吉他 狠狠摔在地上 摔成粉碎 我跪在地上 抚摸着吉他破碎的木片 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怒火 一涌而出 无所顾忌的一巴掌 甩在堂弟的脸上 怒喊道 滚 我的档案就算撕碎了 也不会给你 煞时间 堂弟的脸上 就出现了一个鲜红的手印 堂弟捂着脸蛋 一时间震惊不已 他不明白 一向懦弱的堂姐 什么时候 竟然变得这么强势了 此时 父亲也走了过来 刚好见到这一幕 重重咳嗽一声 怒吓 心儿 赶紧给你堂弟道歉 不 我没有做错 凭什么 我的话音未落 父亲冰冷又低沉的声音 传到众人耳朵里 今天 你要是不给弟弟道歉的话 就滚出去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是我的女儿 听着父亲冷漠无情的声音 我内心谨剩的一点点温暖 也消失殆尽 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怨恨和不甘 母亲站在一旁 唯唯诺诺地说道 心儿 赶紧向弟弟道歉 不要惹你父亲不高兴 这一刻 我心中最后强撑的城墙 骤然倒塌 好陌生 叔叔一家人 都是吸血鬼 而父母竟然还帮着他们 将我身上最后的一点 剩余价值榨干 这家不要也罢 我擦干眼泪 拿着地上那把摔碎的吉他 头也不回地就打算离开 忽然 叔叔像是想起了什么 转过身 冷冷地看着我 大哥 江明去上班 还需要档案 你让心儿留下档案再走 不然的话 江明的工作怎么办 我们江家可就这么一个独苗 若是没有稳定的工作 他可能打一辈子光棍 大哥 你也不能看着江明 断了江家的香火吧 听到这话后 我都快笑了 我为什么要将档案给你 除非我疯了 公务员是我辛辛苦苦考的 绝对不可能拱手让人 父亲再次逼问我 江新 赶紧把档案给你弟弟 不然你走出这个家门后 就不要回来了 此刻我的心被刺得血淋淋的 不过这么多年 我已经习惯了 应了一声 好 从此我们断绝关系 我虽然走了 但是这房子是我自己买的 绝对不会便宜表弟 还有公务员的工作 我绝对不会白白给了表弟 从家里出来后 我咨询了律师 侵占房产 盗用档案相关方面的问题 针对我提出的这些问题 律师给予了清晰的解答 将代为保管他人的财物 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 拒不退还的 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罚金 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两年或者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而盗用档案罪责就更大了 抢夺 窃取个人档案的 处五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关于从律师那里了解到的东西 我已经起诉了 另外 我将一些资料 和家里的监控视频 交给了律师 没几天 我就接到了叔叔的电话 叔叔让我回家一趟 关于他们侵占我房产 和盗取档案的事情 想私下解决 我明白 这就是一个圈套 我一个人回去 等待我的 还不知道将会是什么 我给律师去了一个电话 希望一同前往 几天后 叔叔再次给我打电话 要求私下解决盗取档案 和霸占房产的事情 现在之所以上门 是因为我已经向法院提交了诉讼 想必叔叔也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所以迫不及待地 想找我私下解决 想到叔叔这个人卑鄙无耻 懂得一些旁门左道 不得不防 所以我打电话给律师 让律师拿着录像机 一同前往 很快 我和律师拿着资料 到了我在省城的房子 现在被叔叔霸占的家 进门后 婶婶给我披了一件衣服 将一杯热气腾腾的热水 放在我手心 嘱咐我 女孩子出门在外 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 做好保暖措施 不要手冷 我活了二十几年 第一次听见婶婶关心我 竟然这么别开生面 叔叔笑意盈盈地迎上来 关心道 馨儿 饿不饿 你婶婶做了好吃的红烧肉 赶紧去吃点吧 面对这么热情的叔叔婶婶 我一时间有些不适应 总觉得 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这么多年 他们一家人吸血鬼的体质 已经深深刻进我的脑海 挥之不去 行了 有话赶紧说吧 不说的话 我们就走了 我淡淡地瞥了一眼叔叔 不耐烦地说道 而我身边跟着的律师 名叫陈光 一表人才 长相斯文 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 戴着金色的眼镜 叔叔看到之后 以为律师是我的男朋友 不以为意地瞟了一眼 也没客气一下 嘿嘿 叔叔倾咳两声 两只眼镜像鹰一样盯着我 馨儿 听说 你将我们告上法庭 说你弟弟抢了霸占了你的家和档案 说白了 你不就是想要钱 钱的话 我们给你 希望你以后不要纠缠我们 婶婶拿着一张银行卡 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 这里面是十万块钱 你的房子 归我们了哈 房产证现在也在我们手上 你抢不去 另外 只要你将房子过户给你堂地 这十万块钱就是你的 这十万块钱已经是最高价了 你向旁边的街坊邻居打听打听 谁家过户费给得这么高 我一时间愣住了 合着又变本加厉了 连我的房子也都霸占了 用十万块钱的过户费 买一套市价超过一百万的房子 听婶婶这话 还觉得是我赚了 我那套房子价值百万 十万块哄骗小孩呢 我拿起那张银行卡 狠狠地摔在地上 没眼间 充满了愤怒 叔叔一家的小算盘 打得啪啪响 不过 没人会惯着他们 本以为面对我的这一举动 叔叔一家人 会像以前一样 指着我的鼻子臭骂 没成想 叔叔弯下腰 捡起银行卡 还在身上擦了擦 温和地说道 心儿 不要发怒 你也为我们考虑一下 我们这么多年也不容易 而江明又是一个败家子 若是没有房子 有哪个女孩愿意嫁给他 你看你 堂堂游戏设计师 年薪几十万 何必在乎这一点小钱 另外 你那男朋友从头到脚 穿着一身名牌 非富即贵 以后你躺在家里 就能有钱花 何不把公务员的机会 让给你弟弟 婶婶也插嘴道 江家的天 最终还是要靠你弟弟顶起来 你这个作为姐姐的 不要咄咄逼人了 我站在一旁 对叔叔婶婶的演技 感到惊叹 这两人空口白话一两句 就能颠倒是非 将黑得说成白的 一旁的律师眼睛瞪大 脸上充满了不可思议 世界竟然会有这么奇葩的亲戚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提醒自己 我是来解决问题的 不要来吵架的 随后淡淡地开口 这钱我不要 叔叔 既然你们不想解决的话 我们就上法庭 相信法庭会有一个公正的说法 说完之后 我转身就要离开 而叔叔挡在我面前 不让我离开 推壤之间 我不小心将叔叔推倒在地上 哎哟 叔叔脸色苍白 惨叫一声 大喊着 骨折了 骨折了 婶婶赶紧上前 一把推开我 指着我的鼻子 骂道 馨儿 你叔叔和你理论几句 你争执不过 竟然将你叔叔 一把推倒在地上 你真是好狠的心 我们已经答应给你钱了 想不到 你竟然还敢做出 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 此时 堂弟突然冲出来 挥了挥拳头 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堂姐 你真是太过分了 竟然将自己的亲叔叔 推倒在地 紧接着 从堂弟的身后 涌出大量的邻居 亲侄女 竟然敢将自己的叔叔 推倒在地 真是伤天害理 想不到 竟然还有这么忘恩负义的侄女 对啊 叔叔已经给了你一张银行卡 你这个闺女嫌少 竟然将自己的亲叔叔 推倒在地上 门口 站着几个中年妇女 她们穿着花格子衬衫 指着我一顿臭骂 唾沫星子 差点直接喷在我的脸上 我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果然 来了准美好事 叔叔给我设计了一个圈套 若是今天没有带律师的话 恐怕我就会被安上一个故意伤害的罪名 骨折了 好疼 好疼 叔叔躺在地上 抱着腿 一个劲的喊疼 馨儿 你愣着干什么 你叔叔腿都骨折了 难道你还好意思站在那里 赶紧把钱给我们 我们好 送你叔叔去医院 我们身上仅剩的一张银行卡已经给你 难道你要见死不救吗 沈沈一声声控诉传着 我嘴角冷笑一声 让律师把刚才录好的视频发出来 视频中 还原了刚才的场景 而我和叔叔推壤的时候 根本没有推叔叔 是叔叔自己倒在地上的 见此情况 叔叔满脸羞红 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你这个白眼狼 竟然提前找好录像机 等着我们上讨 邻居们也再次对着我指着点点 我和律师都没想到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而叔叔竟然还能找到理由骂我 于是和律师使了一个眼色 不理会众人 匆匆离开 听说 最近堂弟已经在工价单位任职了 每天过得开开心心的 甚至借着我的房子 找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这天 我在街上看到堂弟和女朋友 搂搂抱抱 亲热不已 今天周一 正好是上班的时候 堂弟竟然矿工 私自外出 果然 堂弟还是和以前一样 烂泥浮不上墙 公务员 多么好的单位 做出点业绩 你就能慢慢顺杆子往上爬 而堂弟竟然不明白这种道理 还在一个劲地作死 而此时 堂弟搂着新女朋友走了过来 我本不想打招呼 谁知堂弟搂着女朋友 挡住我的去路 不让我前进一分 哟 这不是堂姐吗 急急忙忙 要去哪里 我现在进入了国家单位 公务员 羡慕吧 堂弟嘴里嚼着一颗口香糖 漫不经心地说着 眼神中都是对我的嘲讽 而堂弟的女朋友 也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温柔地问候 姐姐 听江明说 你在一个游戏公司上班 担任公司的设计部总监 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工作 我的要求也不高 前台就好 一个月七千块钱 有五险一金 工作轻松点 一个小城市 前台 月薪七千 有五险一金 工作轻松 去哪里找这样的工作 看来 堂弟这女朋友和堂弟 都是一样的货色 想不劳而获 我们公司都是技术活 没有你所说的那种工作 我直接拒绝 堂弟不依不饶 姐 你公司那么多的职位 随便给倩倩安排一个就好了 她可是你未来的弟媳妇 自从上次的风波后 堂弟以为 我已经放下了上诉的想法 所以还想在我身上薅羊毛 可是这一次 她想错了 你会程序设计吗 还是会前台的业务 或者经过专业的培训 我的眼角 撇了堂弟的女朋友一眼 质问道 我 这些我都没做过 堂弟的女朋友 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挽着堂弟的袖子 软绵绵地撒娇 江明 你看你姐 一点也不照顾我 姐 你真是太过分了 要是我女朋友和我分手 一定是你的原因 你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 看着我灵力的眼神 堂弟也战战兢兢 犹豫了半天之后 灰溜溜地带着女朋友离开了 而我全程没给她们一个好脸色 任由两个人铁青着一张脸离开了 我估摸着 这两人还会有后续 再过三天 就是开庭的时间 而这期间 我并没有收到有关任何私下调解的电话 那是不是意味着叔叔一家人 并不同意私下解决 反正 我已经让律师准备了相关资料 不怕叔叔一家人不承认 这天 我刚到公司门口 就看见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从背影来看 似乎是我那个讨债鬼堂弟 当我走进之后 终于看清了 果真是我那个讨债鬼堂弟 然而 我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他 静止走进去 而堂弟一把拉住我的袖子 恶狠狠地说道 堂姐 你还真是狠心 不仅不给我女朋友找工作 而且还将我们一家人告上法庭 你还没有心 你这个人真是太自私了 我好歹是你弟弟呀 堂弟的声音很大 引来了很多同事的驻足 大家对着我议论纷纷 公司里 我一上任就是设计部总监的身份 总有一些人嫉妒我 所以 这些人便开始对着我指指点点 而堂弟开口 依旧咄咄咄逼人 堂姐 正是你的不作为 我的女朋友和我分了手 这中间 你可是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 为了弥补你的过失 你赶紧撤掉诉状 给我女朋友找个工作 不然 就让你同事们看看 堂堂设计部总监 竟然拒绝给自己未来的弟妹 找一个工作 而导致弟弟没有了女朋友 我听着这样蛮横的要求 眼睛里闪过一阵火光 再次开口拒绝了 而堂弟见我不就饭 指着我 大声嚷嚷起来 大家快来看看 就是这个女人 不仅不给自己的未来的弟妹找工作 而且还将叔叔一家人告上法庭 让唯一的堂弟坐牢 这么劲爆的消息一说出来 就引起大家强烈的反感 众人纷纷指着我 平头论足 而堂弟站在一旁 笑意吟吟地看着我的迥态 一脸得意 顾念着人多 不然的话 我定一巴掌将他拍死 看着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我将堂弟拉到一旁 轻声问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答应我 给我女朋友找工作 将他哄回来 并且撤销诉状 不然的话 我让你在你们公司混不下去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是个无赖 什么也能干得出来 我冷笑一声 血淋淋的事实摆在我眼前 这一刻 我清楚地知道 必须动用法律的手段 惩治叔叔一家人 不然的话 他们会变得更加猖狂 我告诉堂弟 让他回去等消息 我一定会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堂弟以为 我还是像以前一样 那么胆小懦弱 三步并坐两步 蹦蹦跳跳着离开了 而我回到公司后 就被叫去老板办公室 进去之后 老板听闻我的处境 竟然也是满脸同情 然后跟我说 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尽管开口 我心中溢暖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距离开庭的时间 就剩一天了 叔叔一家人终于急了 而这期间 我还打电话 将叔叔一家 人和堂弟是什么样的人 告诉了弟弟的女朋友 堂弟女朋友 也彻底和堂弟不欢而散 他们找到我父母 让我父母上门求我 而父亲拉不下老脸 不想来 母亲带着叔叔一家人 又来公司门口等我 他们以为在公司闹 一定会影响到我的工作 而我早已经和老板说了 有关家里的奇葩亲戚 老板也定了一个规矩 不让员工私下议论别人的隐私 不然的话 直接开除 有了这一层保障后 我便没有了后顾之忧 这天傍晚下班后 母亲穿着一条碎花裙子 拿着一篮子鸡蛋 缓缓向我走来 并将鸡蛋递给我 让我补身体 我收下了 但并不想理会母亲 转身就要离开 母亲健壮 拉着我的袖子 用她生平最温柔的语气 请求我放过叔叔一家人 并给弟弟找一个媳妇 原本以为 母亲是因为愧疚而来关心我的 原来竟是来逼我的 我甩开母亲的手 准备大步离开 而叔叔一家人这时候 突然出现在母亲的身后 指着我的鼻子痛嘛 馨儿 这可是你母亲 你就算不顾及我们的面子 也得给你母亲一份面子 是她将你一把屎一把尿地拉着大的 你竟然这么忘恩负义 还一下甩开她的手 是啊 馨儿 就算我们有错 你也不应该让你母亲难堪 堂姐 你真是太过分了 叔叔一家人觉得 他们在我公司门口闹 我顾及自己的工作 便会撤销诉状 不可能的 就算我没有了工作 我也会将这些吸血鬼告上法庭 让他们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 随你们怎么说吧 我不想理会这几人 转身就准备离开 而叔叔一家人 见我没有一点心软 脸上出现了军烈的表情 随后直接跪在地上 三个人齐齐地跪在地上 哀求我放过他们 心中的良善在告诉我 要放过他们 而这么多年悲痛的经历提醒我 绝对不能心软 事实可不是我理解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 而是蹬鼻子上脸 母亲见我半天 没有说话 知道我不想放过叔叔一家人 红着眼眶 说道 心儿 你放过你叔叔一家人吧 母亲给你跪下了 母亲就要跪下 而我走过去 赶紧扶着母亲 小声道 母亲 你非要让我这么为难吗 另外 我已经和家里断绝关系 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至于我和叔叔一家人之间的问题 法庭自会给一个公平的判决 我转身离开 丝毫不管身后叔叔一家人和母亲 错愕的表情 他们不敢相信 曾经那个懦弱 谁都可以欺负一下的将心变了 而叔叔一家人 见我软硬不吃 竟然闯进我公司 和领导告状 反被领导骂了一顿 惹了一鼻子灰 法庭上 我坐在一边 叔叔和堂弟坐在另一边 当我将各种材料和监控视频 递交给法官的时候 叔叔一家人傻眼了 他们不知道 我竟然在家里安装了监控 直接被弃晕了过去 而堂弟则是无神地盯着地面 像是失去了对生活的渴望 法庭宣判结束后 我和律师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出来 就看见父母和叔叔一家人 在法院门口等着我 你这个逆子 父亲冲上来 就是一巴掌 却被我躲了过去 怒斥着我 六亲不认 忘恩负义 白眼狼一个 母亲站在原地 愣愣地看着这一幕 拳头捏紧 然而什么也没有说 叔叔一家人恨恨地看着我 眼睛里都是仇事 那眼神恨不得将我杀死 行了 你们赶紧从我房子搬出去 不然的话 法院的人去了 可就不好看了 我淡淡地瞥了父亲一眼 父亲 你没有资格打我 从今天开始 我们最好不要见面 父亲的大手还没落下来 举在半空中 一张老脸上都是疼痛 大哥 你看你这个女儿 生他养他有什么用 到头来 竟然恩将仇报 六亲不认 大哥 这样的白眼狼靠不上 我们以后 还是指望江明吧 法院不是判决三十万的赔偿款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大哥 您要不帮帮我们 叔叔眯着眼睛 开始忽悠父亲 我眼角的余光 挑剑父亲点头 冷笑一声 离开了 一个星期后 叔叔一家人 还是没有从我市中心的那套房子搬出去 而法院判决的三十万也迟迟没有打到我的账户上 我一气之下就给法院打了电话 法院的人 执行力很强 没用多久的功夫 就将叔叔一家人赶出去 并且命他们赶紧筹钱 不然的话 直接拍卖老家的房产 我站在门口 看着叔叔一家人 屁滚尿流地从房间里滚出去 带着他们的行李站在门口 愤愤地看着我 那恶毒的眼神 让我心里一阵舒缓 恶人就得这么治 不然的话 谁知道他们还会赖到什么时候 有些人 你给他面子 他不一定能接着 反而蹬鼻子上脸 江欣 你等着 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堂弟指着我的鼻子 破口大骂 我就不相信 你以后用不上我们 到时候 有你好看的 婶婶捏紧了怀里的包袱 咬牙切齿 行了 别和他废话了 小白眼狼一个 不值得 走 叔叔拿着包袱 带着他们一家人离开了 而我一把降门甩上 感谢法院的工作人员后 躺在柔软的沙发上 感受着久违的安静 并且感叹 若是我以前奋起反抗 是不是不会遭受 那么多的不公和委屈 一个星期后 叔叔一家人 还是没有将三十万还给我 而法院已经将老家的房子拍卖 而堂弟也被撤职 暂时没有了工作 而我以为父亲会帮叔叔 没成想父亲竟然一分也没帮助 当然 这中间也有我的功劳 从家里出来的时候 我偷偷将家里的银行卡拿出来 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说起来 银行卡上正好有二十万 这二十万也是这么多年 我陆陆续续转给爸妈的 拿出来也没什么错 今天 我一出门 就看见叔叔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站在门口 手中拿着几个红色的塑料袋 里面装着一些红色的苹果和黄桃 馨儿 你终于出来了 这是叔叔给你买的水果 你尝尝 我没有收 告诉叔叔我不缺 关上门 跨上包包 就准备离开 喜料 叔叔跪在地上 对着我连连磕头 请求我放过他们一家子 此时 叔叔已经没有了以前趾高气扬的样子 就像一个可怜的中年老头 在他说话的时候 脸上的皱纹也多了起来 我明白 我不能一时心软就撤速 不然的话 我之前的一切努力就白费了 像叔叔一家人 他们本性就想贪小便宜 并不会因为我撤速 就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 叔叔见我冷着脸 一副不愿意搭理的样子 心凉了一大半 一张老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 绝望的眼神令人同情 我感叹 若不是有堂弟这个败家子 叔叔是不是不会这样 然而 我很清楚地知道 不可能 忽然 父亲穿着一身蓝色的西装 露出头 一步一步向我走来 脸上无可奈何 要求我撤速 我怒斥父亲 这是我和叔叔一家的事情 他们为何要插货 而父亲也见识到了 我的态度坚决 只能退而求其次 小生道 心儿 法院要求赔偿三十万 而你叔叔手中只有十万 现在还缺二十万 父亲手中原本也有点钱 但被小偷盗走了 你若是有积蓄的话 先把这个钱垫付了 将来 你叔叔会还你的 就算他还不了你 我就算每天捡垃圾 也会将这个钱还给你 父亲的话 直接让我的心冰冷到极点 想不到 父亲为了堂帝 竟然能豁出自己 而我身为他的亲生女儿 何曾有过这样的对待 高一 只有三百多的学费 父亲不愿意交 让我辍学 后来我在饭店打了一个月的工 挣够了自己的学费 而且 从那之后 父亲便彻底没有管过我 高中的假期 我都在打工 努力挣钱 待我考上大学 父亲直接让我放弃 连一张去学校的火车票 都舍不得给我买 后来 我靠着国家的资助 和勤工俭学 完成了学业 在此期间 父亲没有给我打过一通电话 叔叔一家人 也不曾帮过忙 想起曾经的种种 我的心凉的 就像北极的雪山 而关于父亲说的那些 我一点也不相信 我让父亲起来 并说明 我不会撤诉 只给他们延长三天的期限 并且表示 我已经和父亲断绝关系 请不要来打扰 让父亲离开 父亲的脸上都是震惊和失望 我甚至看到 他的双手颤抖 胸膛剧烈起伏 整个人像是苍老了很多 叔叔跪在地上 常常叹了一口气 不再做盲目的纠缠 两天后 叔叔一家人 拿着一张银行卡登门拜访 手中还提着各种各样的水果 叔叔一进门 非常热情 连连夸赞我的房子漂亮 能力出众 连着一大堆的彩虹屁 深深夜跟着夸赞 说我不仅人长得漂亮 能力出众 而且非常有头脑 这才是江家的好儿女 而江明这个败家子不争气 竟然还不知死活地和姐姐生气 强占姐姐的工作和房子 接着 他们便把水果放在茶几上 让堂弟跪在地上认错 姐姐 这是二十万块钱 给你 这段时间 我和爸爸妈妈上门借钱 给人磕头 磨破嘴皮子 终于借到二十万 而家里的房子 差点被拍卖 我们流离失所 我才明白 这么多年来 你多么不容易 今天特意来道歉 希望姐姐原谅我 江明跪在地上 眼眶微红 含着热泪 她的头发也不像以前一样 红一道 绿一道 而是正常的黑色 说话也没有了以往的吊铃铛 眼神中都是真诚 我不知道她是认真的 还是装出来的 依旧愣在原地 直到叔叔把银行卡塞到我手中 我才意识到 他们说的是真的 馨儿 以前是叔叔鬼迷心窍 错怪你了 这么多年 你靠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真不容易 从今天开始 叔叔一定会对你好的 叔叔拍着我的肩膀 情真意切地看着我 婶婶拉着我的手 馨儿 你原谅婶子吧 婶子心直口快 做了很多错事 以后江明还要指望你 这个姐姐呢 所以你就原谅她吧 婶婶说完之后 被叔叔瞪了一眼 我明白了 经过这次的风波后 叔叔一家子 终于明白了我的重要性 想要巴结我 让我以后继续当他们的摇钱树 行 以后的事情 好说好说 钱我就收下了 我还要上班 你们先离开吧 接着 我以工作为由 赶叔叔一家人离开 叔叔以为我原谅了 他们一家的过去种种 开开心心地离开了 这天周末 我躺在沙发上 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里播放的最新综艺 跟着乐得不可开交 突然 接到父亲的电话 看到父亲的电话后 我本想直接切断 本着孝心 还是接通了 馨儿 快救救你弟弟 你要是再不救他 他就要被人整死了 接着 父亲就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原来堂弟赌钱输了 竟然去隔壁村放高利贷的窝点 借了十万 人家要求他在一个月之内还钱 他没有还上 叔叔家的家具已经被变卖 而堂弟也被打得全身是伤 那群人说了 堂弟若是再不还钱 就拿老家的房子做抵押 没办法 父亲只能求到我这里 好话说尽 借钱呀 可以 只不过得打借条 经过之前那么多事情 我不相信家里的每一个人 父亲斟酌片刻后 便同意了 而堂弟也很快上门 刚进门 我就看到他脑袋上包裹着绷带 似乎隐隐有血迹一出 脸色苍白 嘴唇发紫 看起来非常可怜 咚 堂弟直接跪在我面前 嚎啕大哭 堂姐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谢谢你 行了 起来吧 我让堂弟站起来 拿出一张白色的纸张 还有一支笔 淡淡地说道 你不是要借钱吗 来 写上欠条 堂弟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恶 似乎没想过 我竟然会让他写借条 堂姐 我可是你唯一的亲弟弟 你竟然还不相信我 还让我打欠条 你这不是在抹杀我的尊严吗 行了 别废话 赶紧写 不然的话 今天这钱 我可不借你 我不耐烦地催促 坐在沙发上 抿了一口热水 从上到下打量着堂弟 本以为堂弟会像以前一样 暴跳如雷 可想象中的那一幕并没有出现 堂弟脸色依旧铁青 漠不作声地吸了一口气 压低声音 咬牙切齿地问我 堂姐 怎么写 借多少写多少 我也不问你要利息 在两年之内还钱就行 写完之后 按上自己的手印 我把一个红色的印仪 放在堂弟面前的桌子上 堂弟被气得脸红脖子粗 压低声音 你可真是我的好姐姐 竟然对自家弟弟这么算计 我这是在帮你 而你呢 你们一家人 算计我多少次 我立即反击 一声声质问 让堂弟的脸色更加苍白 接下来 堂弟刷刷刷写完 按上他自己的手印 行了吧 钱能给我了吗 我嘴角冷笑一声 将一张没有密码的银行卡拿出来 不过还没给他 提醒堂弟 一定要在两年内还钱 不然的话就涨利息 若是他在赌钱 我可没有钱借他 堂弟还没有听完 瞪了我一眼 拿着银行卡 大步离开了 后来的一个月 堂弟一家人没有来找我 父亲也没有给我打电话 这天 我上班路上 看到叔叔婶婶 推着一个小车 在卖煎饼 一番了解之后 才知道 堂弟拿着借回去的钱 又去赌了 结果欠的更多了 家里的房子 也毫无意外地被霸占了 现在叔叔婶婶 在省城租了一个小房子 起早贪黑贪煎饼 给儿子还债 我就知道 堂弟就是一个败家子 迟早将叔叔婶婶做死了 幸亏当初让他立字句 按手印 不然的话 这钱估计打水漂了 这次看见我 叔叔婶婶 已经没有了以往的鄙夷 反而热情地给我摊煎饼 生怕我嫌弃 特意在干活的时候 戴上了手套 并且给我道歉 述说以往的过错 手中提着 从叔叔那摊的煎饼 我的心情很复杂 真不知道 他们这种日子 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而堂弟是否会改邪归正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